这对双胞胎的姐妹警告她说 如果你在经过我这 踩我左脚下的赶 你就给我试试看 小二男同到安亲班上课 结果却遭同侪霸凌 让做妈妈的好舍不得 亲耳听到这对双胞胎 在那边恶作剧我儿子 涂鼻屎在我儿子的水壶上 妈妈指控儿子不止被威胁 甚至还有人把鼻屎涂在 儿子的水壶上 就连带临时到安亲班 也会被抢走 而且这样的对待 从一年级就开始了 把他铅笔盒里面学校的 交通安全卡跟奖励卡 全部都撕毁 然后丢在教室的四处 妈妈说儿子的铅笔盒 被撕毁奖励卡也被撕烂 霸凌行为持续一年 儿子忍不住向老师反应 但妈妈却始终都不知情 他有告知当下的那个安亲老师 但是老师并没有告诉我们家长 男同母亲认为 儿子到安亲班被忽视 甚至与对方家长协调时 还被呛响 难道你儿子没有责任吗 让他十分傻眼 才会决定站出来 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人出现 而记者实际到这间 位在新北市三重的安亲班 假日没有营业 无法获得回应 跨校的调查小组 那等调查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会依据调查结果来做后续的处理 因为遭到指控霸凌的学生 就读台北市的学校 教育局已经组成调查小组 一切会依照结果处理 目前则是会针对受害学生进行辅导 另外因为协调没有结果 男同妈妈已经决定寻找其他安亲班 TBS新闻时玄武新演 新北市报道